特工包括无论是收买的 或者这个美国秘密派遣的这些间谍 尽其实力的探勘 不过总的来说 不管是这个科技侦查还是人因分析 其实他的这个可信度正确度还是有限的 那基本上美国所公布的数据应该是 还是以他本身分析意测的居多 那真正距离这个实情有多少的差距 可能只有美国和大陆两方面心知肚明了 听说这个美国是很牛啊 说第一波就能把这个中国的核长 这个导弹二炮的全部拔掉 那么他怎么来拔呢 是靠这个B2这个隐形的轰炸机 还是靠这个弹道导弹 还是靠巡航导弹 还是靠现在什么战争之父战争之母 这个十吨的这个钻地弹呢 其实马先生说的很对 这些武器在如果说中美真的开战 势必会用来对付二炮 那我们都知道像B2轰炸机 就等于美国的这个长城杀手锏武器 在两次波安战争可以证明这个武器 这个目前的防控系统是很难探测 也因此像B2这种飞机肯定会挂载 这个钻地弹或者这个巡航导弹之类的武器 那对可疑的这个二炮阵地或者核导弹的这个储藏库实施攻击 那另外曾如这个以前美俄冷战时代的作为一样 那美国会用这个洲际导弹 那对二炮的这些飞弹基地实施攻击 不过我们都知道过去十年来 其实二炮实施了所谓这个长城工程的这个导弹基地 深埋这个地下化的这个措施 其实很多政绩它可以这个承受很强力的这个核弹 甚至专地弹头的攻击 所以藏在大山里面这些这个核武储藏库 那在于目前的科技来讲 是理论上是可以抵挡美国这种这个传统的攻击 至于说像巡航导弹或者传统 我前面讲到这些炸弹的攻击 那对于一般的可能比较没有加工的目标 像是机动的导弹阵地或者潜射的阵地 还是有一定的打击效果的 如果像美国说的仿佛他都了解解放军的核武器 和长城导弹分布的情况 那么解放军如何反制呢 怎么不被美国攻击和发现呢 其实今天来讲中国和美国并没有要你死我活 用这个核大战来解决的这种这个冲突性的矛盾 但是预防万一中国这个核长兼备二炮 也是要日益加强的 但是再加强在可能可见的将来 也不能和美国的核武库并驾齐驱 所以就要准备打一场这个以弱对强的这一个核战争了 这个核战争如果一打起来呢 是两强相遇勇者胜 不是说你有十倍百倍能歼灭我的能力 我只有一倍两倍歼灭你 我就怕了你 这并不是这样 就中国呢 再一个呢 也是要靠它的这个移动 不是要靠这个增加核弹头和增加核弹头的爆炸力 而是要在地面上移动 就像这个最近一个报道 这个千人摆车从这个洞里拉出来 很快的就能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躲避美国的第一波的核攻击 而且这个虚虚实实 这是中国藏于久地之下 不是说你用卫星 不是说你用这个侦察就能看得到的 再有最后一点就是你干我 我也反着过来要侦察你 中国现在也有这个卫星 也有大量的这个爱国人士在美国 也是看得一清二楚 总之一句话 到时候不打则已 如果打的话 一次过把这个美国打的这个不能承受 在这个战略上 在核上面打到它不能承受 有这一点也就保证了这个核威慑的能力 好 谢谢两位啊 提到分析的 实际上解放军这个二炮部队 他们的核武器核导弹的分布和储存的是解放军 包括中国最高的机密啊 美国放出这样的消息也是一种战略的试探 谢谢两位的分析 稍后回来重点谈一下 美国最近又怂恿东南亚各国购买武器对抗中国 而且美国说呢 南海美国应该自由的航行 稍后回来分析 七十五年身后底蕴 淡定从容实力内运 进去就是不断超越的 世界级动力 世界级动力 为中国前行 东风康明司 以前感冒又是消炎又是抗病毒 现在有了神威牌青开灵 消炎抗病毒还能防流感 神威牌青开灵 消炎抗病毒防流感 软胶囊硬品质 神威药业 红云应辉 红河奔腾 红云红河集团 孩子是您最大的牵挂 我们为您的财富制定长远规划 让您有更多时间 但他成长 金魁花理财 专注您所关注 回应一下凤凰网友问题 大家注意到美国的富助理 国友亲坎贝尔 刚刚访问过东南亚各国 怂恿他们呢 购买更多的武器来对抗中国 网友问一下 马鼎生先生 美国说南海是可以自由航行的 未来是否有更多的美国舰只 出现在这里侦查中国呢 南中国海2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海江 是中华人民欧国的固有的地方 是不容许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就像上回这个美国的这个舰艇来了 那这个中国的渔政船 或者是民船就能把他的声纳给撞了 这就是说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 不怕他这个南海周边各国买更多的武器装备 平时就要告诉他 这是不能侵犯的 侵犯就要打 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南海海江 黄金叶特约之军情观察室 由黄金叶赞助播出 黄金时代黄金叶 并连同上海大众斯科达浩瑞 联合赞助播出 中国正式向美雷雷拉出口的第一批的这个K8教练机 这种教练机可以展开对空的侦察和挂弹的攻击 同时中国也向美雷拉出口的一批先进的雷达系统 中国正式向南美出售大批的武器 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片段 以上是军事观察室 下周三我们再见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天意走进世博会 天意走进世博会 天意走进世华会